喂, 大家好 今次我會來回到KR 玩日本的 話說一戰結束後的光榮和平 雖然確保了 日本在亞洲的霸主地位 但日本依然飽受著各種經濟 政治問題困擾 1918年的米蘇洞 關公大地 關東大地震 經濟衰退 道工團主義者行食與人 一個又一個的內閣更替 造就了日本失落的十年 儘管對外勢力 擴張到滿洲、愛亞木耳 帶偏偏滿洲的廉價農產品 又衝擊了日本的農業經濟 在這樣的情況下 日本就準備來到歷史的分岔口 決定前路是怎樣走 若欲強食 的確對於當時的日本軍人來說 他們覺得自己做的不是侵略 只不過是生存的必需手段 滿洲雖然還未直接落入 帝國的統治之中 但與鳳系軍法的微妙關係 都仍然能夠為日本 帶來莫大的利益 而會任期即將完結 政壇的混亂也隨即而來 1936年大選 算了 我這陣子真是受救那些癡善政權 再來建設一下民主的日本 公團班人似乎都不成氣候 嘩 當我沒說過 今次的515事件 竟然就是跟他們有關 但如果每次都可以 給你天誅政府官員的話 那還成世界 國家安全保障 是為了維護國家的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 嘩 我還以為在看TVB 但今次真的有國家安全問題要解決 我不會再被下級軍官為所欲為 強推法案 願意帶犯人去死? 但犯人已經死了 快刀斬亂馬 始終是最有效的方法 在輿論進一步發酵前 才造成既定的現實 問你死了沒有? 短期內的反彈 是在所難免的 嘩 但天王你 雖然天王統治權 是很多人爭論不休的問題 但我在這裏都只能夠表示 天王你踩過界了 舉國一致政府 的確是一個充滿挑戰的世界 經歷多年政壇混亂的日本 都需要一個更強力的政府去應對 要達至真正的民主制度 或者可能都要再等幾十年 只是不知道到時要付出幾大的代價 不過現在至少都可以做到穩定局勢 阻止更多政變發生 愛呀木耳政變 喂 其實獨裁政權才是民主強國的好朋友 你不知道嗎 這樣容易操控很多 重本愛 嘩 名字這麼像那些AV旅休 鳳系沼匪 都是派多些守備隊去找 找令局勢 美國爆發內戰 當然要承虛而入 那豈不是誰說民主政體 不能具侵略性 不讓軍佬找地方發洩的話 我怕天主真是無日無知 早點在亞太地區插旗 對日後的戰爭都不無幫助 張作霖你都學人屌鬼 你契弟你 印尼起義 作為大亞洲主義的老大哥 當然當然是異話不說 派人幫手對抗帝國主義者 好 大致解決完政治問題 擴一擴軍功 搞搞科研 進行土改 應該差不多都可以繼續 加軍功的國策 朝鮮人要求改革 都對的了 你不將他們的聲音 納入體制之內 等一會他們搞什麼 臨時政府什麼什麼 更麻煩 但不是 接受高尚的日本文化 才是整個亞洲的出路 你是不是又搞錯了些什麼 看來要嘗試把朝鮮 真正地拼入帝國 讓他們進入政府的部門 但搞獨立運動的人 就不放得出來了 嗯 這樣應該都叫姑且對得住 東方民主的稱號 至少沒有對韓國進行全面的鎮壓 這裡我就選官僚經濟 因為網絡好像沒有什麼負面效果 而軍隊的發展方向 雖然我是想選擇這個意志至上 但另外一邊1.5%人口 好像都挺吸引 一如就這樣吧 鳳天要準備復國戰爭 為了將德國勢力完全逐出 支持大帥都似乎在所難免了 散當想要派人來日本軍校 但他這句 caption 很中國感覺 你隨便整句巴基亞羅 都好感覺一點點 北京統一大會 其他中國人的想法關我鬼事嗎 要求觀察員資格 在改善海陸軍生產之後 就是時候著手對外事務了 中國、美國陷入內戰 澳洲又脫離協約國 德國又打二戰 現在不宣布擴張紅心 還等什麼時候呢 首先就是要西進 有張大帥這些軍閥當然要從他著手 而之後的佔領中國政策 都是著重利用這個王協軍 你始終都要面對佔領這麼廣闊土地的問題 那就倒不如趁早利用這個合作者 然後鳳系打清政府 實在是打得太久了 頂你不信 等我自己來吧 然後中國軍閥門 成立了這個統一陣線 哇 真是沒得頂 國民革命軍 聯省政府 和清政府 加上其他大大小小的軍閥 這個組合真是夢幻到 我… 我真是怎樣都想不到 怎樣把他們三個擺在一起 這裡我就是主力用二十歡部隊 混小小小小十歡步炮C 不是什麼好的打法 純粹是不想用十歡C 和不想爆補級而已 而學說和部長呢 都是比較著重減少這個補級消耗的 在最初一輪的攻勢裡 老系就直接收皮 同時就在廈門登陸 擴大戰線 那我就覺得KR的中國呢 其實都傾向是有少少強勢 那如果真是一個統一的中國這樣打的話呢 應該都有點惡搞 但是很明顯這裡呢 他們還是不成氣候的 然後呢 一於呢 就搞完這個東京會議了 雖然 只有兩個國家願意參加 但是不要緊 一個呢 就是太平洋的中鎮 一個呢 就是東南亞的中鎮 兩個呢 都是重要的盟友來的 嗯 中國是解決了 希望這個國策呢 真是能夠確保到 張氏父子的忠誠啦 不然呢 我就做大傻仔了 然後呢 就開始南進 菲律賓受到公團主義的思想毒害 看來海軍陸戰隊終於都有用武之地了 先登陸菲律賓的北部 再搶走馬尼拉 就包個好餃子 然後呢 又是平推了事了 但是在菲律賓投行之前呢 竟然有人提議幫楊宇廷發動政變 嗯 但是現在的局勢都頗穩定啊 等待關東軍搞出個大頭髮出來就無謂了 我呢 都是嘗試去相信國策的威力啦 下一個目標就是德塑東亞了 德國政府呢 都已經走了去非洲 還要入協約國 哪還管得到這麼多亞洲殖民地啊 澳洲想入了經濟共榮圈 但是我有更加好的安排給你啊 然後德塑東亞呢 無視了我們的最後通牌 嘩 你還打算協約國補到你 食猛了你啊 那這裏呢 都其實是 我不是太喜歡玩日本的其中一個原因 要不斷搞這個登陸作戰 那KR都算叫做好啦 原版想玩跳島呢 我就自己不太喜歡啦 幸好這裏呢 夏威夷都已經佔了很多島 省了不少功夫 然後由於這個協約國在搞搞陣的關係呢 我決定呢都拉攏這個海德拉巴 將印度自治嶺打敗之後呢 協約國在亞洲呢 基本上就是毫無影響力了 看來可以準備幫這條片收尾啦 喂 三文科夫 你會不會去搞公團國家呢 我不管啊 一塊地我都不會給你了 那都好順理成章地啦 我現在呢就陷入了多線作戰的景地 除了俄佬和德塑東亞之外呢 就還有印尼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做了俄佬的傀儡啊 好 德塑東亞死了 印尼煩少少的 但是呢 都只不過是需要些時間而已 俄佬呢 真心是有派販 但是有著皇宮聯邦的加入 然後中華民國的協和會勢力 似乎都逼到少少加入這個共和圈 相信都可以為戰爭提供多條出路了 既然俄佬戰線守得住 那我就同時間開了澳洲拖啦 一樣啦 我又是左燈右燈 登陸之後呢 就不斷起基建港口呢 改善這個補級 敵人的部隊呢 雖然是比想像中多 但是都其實沒什麼抵抗能力啦 澳洲投降 新西蘭都是來搞笑的 協約國都被迫接受以和 然後呢就回來俄佬戰線 這個時候二十分部隊呢 都猶如垃圾的啦 改善補級之後 就被重坦絲登場啦 其實我都沒試過這樣配的 那就叫做看看有沒有得玩一下 效果都算OK的 俄佬亦都很快出這個以和事件 雖然就有殘存的俄佬勢力在東南亞 但是孤立到這樣呢 應該都沒什麼威脅啦 去到這個地步 我相信日本人呢 都是前所未有地那麼安全 日本被周圍幾層島鏈 和大陸包圍著 和第三國際等其他陣營分庭抗禮 亞洲人民從此斬起來了 好像是呀 感覺上呢 日本都是比原版容易玩的 畢竟在亞洲呢 真的沒有其他海軍呢 是可以挑戰到日本 基本上呢 都是喜歡怎樣登錄呢 就怎樣登錄的啦 但是其他因素 例如中國 俄佬 和協約國等等呢 就要看多點彩數了 那這次就這樣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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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